大家好,我们这一期呢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呢我们这个大都会博物馆108珍宝第二期中秋说月的第四集 大家好,我是讲解员王颖 这里是我大都会博物馆108珍宝讲解的第二集 团圆之爱大都会收藏中秋说月的第四集 在我们的前三集里面呢分别为大家呢介绍了古埃及古印度 美索布达米亚这个非洲的科特迪瓦以及呢土耳其德国 土耳其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地区对拜月的不同习俗 尤其是在我们上一讲也就是我们中秋说月第三集 特地为大家介绍了在我们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 以前曾放在这个纽约市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站顶上的那个 咱们说呢狩猎与月亮女神戴安娜女神的那个像 当时我跟大家说过呢 那个是五内执子老师呢曾经来过大都会 并且呢由于见到了这个戴安娜狩猎雕像 而设计出了以这个月夜铺为这个主角的水手月亮系列 直至今天呢咱们说呢水冰月就叫做美少女战士呢 一直呢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咱们说动漫经典 那么我们说呢其实文化呢都是互相交流和进行感染的 那么我们说呢在日本的历史上呢 曾经呢他们学了中国的很多的传统 尤其是呢在这种节令和节日上 所以说呢中秋节呢在日本叫做见月节 那也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要节日 很多现在佛教的关于拜月的礼节呢 在日本呢都是跟我们中国差不多 也是在这个使令呢进行 那我们呢就今天先带大家呢去看看 日本的这个见月节也就是他们的中秋节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呢我刚才讲了 就是文化之间是互通的 也是就是因为呢日本呢跟中国呢 学到了中国的这些关于就是使令祭拜的活动 而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绝日 比如说像这个月见节 月见节呢在日语里叫做 意思就是所谓的见月 咱们说呢这个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平安时代呢 日本贵族呢就在过这个节 因为呢他们也羡慕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 因为咱们当时呢咱们说呢 中国呢正处在一个兴盛的时代 随着时间的变化呢这个节日呢 慢慢慢慢的就变得呢就是普世化了 很多的就是说平民老百姓在日本呢也过这个节 像呢他们呢会在里面吃这个白的这种粽子 叫做土苏基米当狗 在这个并且呢在这个中秋节吃的一些就是这个饭呢 统层叫做土苏基米料理啊 就是指这个月见料理啊 我们说呢不光是在这个礼节礼俗上 而且呢在很多的就是文化上 我们呢就是日本呢从中国学到了优秀的东西 并且把这些东西呢用日本的方法呢推出去 而让欧洲的很多的这种绘画家 产生了一种呢特殊的这种绘画派系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呢是一幅服饰会 他描写的呢就是当时在这个江户时代 日本人呢他过节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江户时代呢是从1615年到1868年 这个作品呢完成于呢叫做1802年 他呢是用这个水墨画画成的 呃他的捐赠人呢是这个温特森韦伯夫人 是在1930年呢将这件作品呢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那他的作者是谁呢 他的作者就是北川歌摩 北川歌摩又叫喜多川歌摩 他呢当时呢是富士会知名的三大师 另外两位呢一个是安藤广众 还有一个就是北市葛斋 再加上北川歌摩 他们就是被认为是富士会最伟大的三个画师 而正是有了北川歌摩的这些作品 于是呢在欧洲的印象派画派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名词 叫做Japaneseism 意思是日本风格 北川歌摩的这个画风呢影响了整整好几代的欧洲的印象派画家 其中的最出名的呢有将近22位之多 当然了今天时间关系不能把22个人全给你们讲一遍 但是我就说三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这个日本画派的欧洲画家 他们把这种富士会的绘画方法 以及呢日本和服等等的这种元素 作为东方元素的一种运用到他们的绘画中 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画法 其中的第一位呢我们就要说这个咱们说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穿着和服的莫奈夫人 这是莫奈画的 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梵高画的 异计啊梵高的异计 这幅呢则是穿着和服的伯爵夫人 阿德雷德史蒂文森画的 这三个人呢可以说莫奈梵高和史蒂文森 是日本印象画派最重要的一个开山祖师 所以你看到欧洲的文化影响了日本 而日本的文化呢也在欧洲发生的推广 就像武内侄子呢从这个大都会博物馆里看到了 这个狩猎女神戴安娜的形象 而从而衍生出了这种咱们说美上女战士 所以说东西的文化是可以非常平静的 并且呢是可以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方法呢 来表现出来 那么说了这么多外国文化 我们就要说回到我们自己的中国了 这是一个镜子盒是用来呢成镜子的 在唐代也就是从618年到906年呢 咱们说呢这个关于长歌奔月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呢已经家喻户晓 并且呢成为了一个正式的传说 我们这个咱们说镜子盒呢 当然是清代的作品 你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里面呢就是白色的呢 就是月亮 底部呢是用这个万字呢做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要的这个玉破 另外长歌手里拿的呢 这个叫做相思笔 相思笔呢就是说呢 是就是说呢 如果就是说任何人能拿到相思笔 尤其是对于那些要考试的学生来说呢 他们在中国古代的这种特举考试呢 就会考到相应他们想要的名分 比如说状元呀之类的 苏菲你会看到呢 他画的是一个穿着这种唐朝官服的 一个唐朝人的打扮 这个也是呢 清朝中期世俗呢 对于这个中秋节的一种想往 因为一般在过了中秋节之后呢 就是每年可以说呢 一次的这个或者说几年一次的 这个秋式就来了 所以说这个镜子呢 这个镜子的盒呢 应该是呢 为那个赶考的书生 而且家里很有钱的人准备的 咱们说呢 这个呢 他的这个有多大个呢 他是17乘17英寸的 咱们说呢 是绣花针丝薄纱制成的 非常薄的一片 他是这个伊沙贝尔马约 在咱们说1963年呢 送给就是说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份礼物 而且呢 这个呢 刺绣盒呢 我们还不止一个 还有像这个无子夺魁的 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系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中国这个非常伟大的 这个文化传承 从唐朝的故事呢 一直是讲到了清朝 也就从那个1644年 一直讲到1911年 并且传承到现在 现在呢 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华人呢 还都用他们各自的形式呢 来过这个中秋节 所以中国呢 把拜博文化呢 传到了各地 在各地呢 又有他们自己的变化 而在各地所产生的 不同的拜博文化呢 又形成了 他们各自民族的不同风采 这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所孕育的庞大 而多样的美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希望大家呢 点赞 订阅 分享 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 王尹 这一期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那么 所有的观众呢 和观看我节目的人呢 传家呢 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